繼續為中世的同學錄製地理的影片 上一課講了地質學 即是岩石的特徵 今天再來看看香港的岩石特徵 如何影響香港的地形地茅 地形地茅我們叫做Gemophology 或是Physical Landscape Gemophology 在書的第十頁和筆記的二十頁 好同學先打開書的第十頁 準備好你的螢光筆、間尺等等 先來講講香港的地形地茅 究竟香港的樣子是怎樣 所謂Physical Landscape 即是外貌 我們看看香港主要有很多高山 你小學的時候老師也有跟你講解 香港的地形是山多平地小 所以就是Hilly with steep slopes 香港的高山主要是集中在香港的新界 中間和東邊的地方 另外就是大嶼山的中部 這些地方在哪裏呢? 在這裏 這個顏色 地圖中深色的啡色就是越高山 這裏就是我們經常講的大帽山 另外高山就集中在新界的東邊西貢 譬如是岩蛇尖這些地區 岩蛇尖是其中一座高山 馬安山這些地方 都是屬於香港的高山 另外就是Lantau Island 再來看看 香港的高山有什麼特別呢? 就留意一下 看到這些高山 例如這裏 一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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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分開的 broken up 它是一折一折一折 中間是被河谷分開的 看到嗎? 還有一個特別呢 就是香港的高山 它是由東北向西南排列的 東北向西南排列 看到這個嗎? 你看看大帽山 由東北邊 這些高山 由東北邊 一直向西南走向 自己是本書的 一折兩條線 OK They run from north east to south west 這就是香港高山的特徵 最高的山就是大帽山 957米 香港的平地 當然是小學老師也說過 山多平地少 Not many lowlands 如果有平地 平地主要集中在哪裏? 主要集中在河谷 River Valley 和沿岸的平原 我們來看看 例如這裏 這個元朗的平原 是不是很多的河流? 粉嶺的平原 是不是很多的河流? 另外就是沙田河 沙田的城門河 這裏也是一個平原 除了河谷之外 另外就是岸邊 例如你看看 岸邊有些綠色的 岸邊是不是有低地? 岸邊是不是有低地? 所以就是有coastal plains 而香港最大的平原 其實最大的平地就是在元朗 錦田和粉嶺 元朗一帶 錦田一帶 粉嶺一帶 所以也是香港僅有農業的地方 這裏就是關於香港的平地 主要就是河谷和沿岸的河谷 而這些河谷和平原 其實它的形成是由一個河流侵蝕 然後堆積了一大堆的沉積物 所以就由一個叫做Flu-flu-deposition 河流侵蝕 然後沉積之後形成的Flu-flu-deposition 沉積作用 在河的下游就形成了這些很有營養的沉積物 就堆積成為一個叫做反南平原 Flood Plane 這裡 反南平原 錦田、元朗、粉嶺就是反南平原 好了 說到河 接著我們就看看河流 香港的河流 香港的drainage 香港有很多河 但是這些河都是很短的河仔 而這些河基本上由於很短 它都是上游和下游 它沒有中游 所以這些河都是比較斜的 流動得比較斜的 而這些河形成一個我們叫做樹枝狀 看看這裡 這一堆 是否像樹枝 我們叫做dendritic pattern 大嶼山也是的 這些河是否像樹枝 這裡也是 沙田這一區也是 我們叫做dendritic pattern 這些河的出現 剛才解釋了 也說了它會形成平地 香港最大的河 其實香港的河不是很多 出名又大的河流 可能你會知道是有 可能出名 例如成門河 不過成門河不是大河 只是河仔 相對比較大的河 就是北面 深圳河 最後講一下香港的岸 coast 沿岸 香港的岸 海岸線很長 海岸線長得來 我們叫做indented 就是粒了進去 我們叫做indented 譬如吐露港 這裡就是縮了進去 自己寫在書中指著它 indented 縮了進去 譬如西貢 這裡就是縮了進去 另外這個 我們這裡 大嶼山和斷門 這個區域 也是縮了進去 這裡是大嶼山和青衣 香港島這個區域 也是縮了進去 我們叫做indented coastline 還有香港有沒有發現 有很多offshore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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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島 看看西貢的地區 西貢這個地區 有很多這些島出現 我們叫尼島 譬如這個 果州群島 果州群島 Nine Pink Groups 另外一些不同的島嶼 譬如葡台島 也是一些 offshore islands 大嶼山本身都是offshore islands 那麼 還有什麼會看到呢 就是會看到 除了這些離島之外 有凸出來的 凸出來的地方 我們叫做bay 這些地方凸出來 我們就形成海灣 形成海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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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海灣就有沙灘 而凸出來的部分 凸出來的 我叫做夾角 Headlands 所以香港的 可能線很長 有base 有headlands 有半島 還有很多offshore islands 而哪一個是香港最大的離島 就是這個大嶼山 Lentow Islands 就是最大的離島 零零碩碼 有其他島 例如這些島 大小磨溝 大小磨刀 然後長洲 然後藍阿島 葡台島 果州群島 都在不同的島 也在東平洲 在這裏 赤州这些地方 这里在笔记22页 书的第10页 就是笔记22页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笔记 再说一次 Upland高地是Hilly 但没有山最高 由东北向西南走向 不是黏在一起 是Not Continuous 是Broken Up 最高的山是白仙嶺 马鞍山 大帽山 凤凰山 900多 平地很少 主要是返南平原 Flood Plane 沿岸平原 沿岸 感田 粉岭 这些地方 新造的平地 就是田海造成 Reclamation造成的 Costal Lowland 沿岸平地 好 再说就是River Valley 就是河谷 香港的河有不同河 山背河 錦田河 城门河 臨川河 很短和斜的河流 树枝壮 岸边就是很长的岸边 河谷 有Base Headlands 另外有一些尼岛 半岛 要说一说就是 吐露岗 吐露岗 由于沉积癌 所以被侵蚀 套 在上次 冰河时期 冰溶了 溶了 溶了 便变了水 淹浸了 侵蚀的地方 submerge submerge 即是淹浸了 所以 形成了吐露岗 而 凸出来的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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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变成了小岛 所以 吐露岗 或西貢一带 有这么多的小岛 就是这个原因 好 再来讲解一下 就是究竟香港不同的岩石 又如何影响到香港的地貌 因为岩石的特征 其实是会形成了 刚才所说的高山 和河谷 和那个低地 那这些高山和河谷低地 是怎么来的呢 和石头有什么关系呢 就在书的第30到32页 这个部分 笔记是没有的 所以一定要看书 原来 岩石的硬度不同 都会影响到不同的地貌 地形的出现 有些石头 它是比较硬的 resistant to weathering and erosion 有些石头 是没有那么容易抵御风化侵蝕 less resistant to weathering and erosion 所以就算是相同的岩石 暴露在相同的空间 有一些岩石 如果那部分是比较硬的 它就会形成高山 如果那部分比较软 它就会形成低地 那 香港来说 最硬的岩石就是 congomerate 接着就是tough 然后就是granite 然后就是sentimentary rock 然后就是sentimentary rock 由于岩石的硬度不同 这样就形成到 它的风化侵蝕的速度不同 越是软的岩石 越是less resistant to weathering and erosion的石头 它就越容易侵蝕风化 于是乎 就出现了一种 差异侵蝕和差异风化 硬的岩石 软的岩石 软的岩石 容易侵蝕风化 这就叫做differential weathering differential erosion 叫做差异侵蝕 差异风化 好了 大家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 这个图就显示着一个差异侵蝕 图里面 深啡色的岩石 就是一些硬石 黑concormerate 以及一些resistant dike 它就形成了凸出来的部分 由于它相对硬一点 所以它没有那么容易侵蝕 而图里面 淺色的岩石 就是less resistant rock 可能是granite 于是乎 它的granite 这些软的石头的出现 就会容易被侵蝕 所以你会发现 侵蝕就出现了在这些软石头的位置 软石头的位置 就形成了粒陷的depression 粒位 譬如像这里 这里更差 这里有一条断层出现了 断层出现 就更容易被它吃了 于是面层的石 一边吃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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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吃越深 就形成了一个河谷 所以就解释到 为什么香港的岩石 或者香港的高山 有些是高地 有些是低地 高地低地 高地低地 原因是因为 同一个地方 出现了不同的石头的特征 即是地质影响 譬如有时候出现硬的石 有时候出现了軟的石 硬軟岩石的分布 就出现了不同的山和河谷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看看一些例子 香港不同规模的差异侵蚀 和差异风化的例子 先来看看这个小规模 这里是东平洲 其中一个景点 叫做龙乐水 龙乐水 你看到一层的石头 一层的石头 有两层的石头 由角落头延伸到海 这个差异侵蚀 出现了什么呢 原来第一层 这层的土壶是硬石 底层是软石 面层的土壶是硬石 面层是石鹰鸭 底层的土壶是软的 所以底层那一层 就被浪侵蚀 而上面那一层是的 保护了下面那一层 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情景 去东平洲,人们一定会去这里 叫做龙乐水 是属于差异侵蚀的例子 下一个大规模 在香港形成其中一座高山 这座高山叫八仙嶺 先看看照片 八仙嶺有八个山峰 整个山墨都是硬的岩石 八仙嶺的组成是CONGORMORATE 八仙嶺的顶层是CONGORMORATE 而下层是相对软的TOUGH TOUGH是LESS RESISTANT 所以TOUGH是下面的被侵蚀 形成了斜坡 而上层的CONGORMORATE 就难侵蚀 所以形成了香港的其中一座高山 老实说TOUGH也是硬的 但如果比较起CONGORMORATE 它就软一点,所以先侵蚀 就形成了八仙嶺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异侵蚀的例子 一层硬和一层软的石头的出现 形成了高山 再来看看火城岩和沉积岩 对于香港的地貌有什么影响 又是这个图 最硬的CONGORMORATE 跟着硬的是TOUGH 软的是GRANICE 和沉积岩 在香港来说 CONGORMORATE是最硬的 因为它是由卵石黏在一起 组成的 它是very resistant 对于香港的地貌影响 对于香港的地貌影响 就形成了高山 因为它保护了下面的石头 避免风化侵蚀 Protect underlying rock from denudation Denudation 就是weathering and erosion 我们用这个字代表weathering and erosion 由于有CONGORMORATE的出现 它就保护了下层的岩石 所以它就形成了香港的高山 刚才刚刚才说完的例子就是哪里 八仙岭 OK 在吐露港而北的地方 大家要记位置 要记例子 OK 第二再说就是说TOUGH TOUGH TOUGH也是很硬的 由于它是幼小的粒子 它是在很快的冷的情况 熔岩就冷却了 所以它是有蒸体 它是坚硬的 OK 好了 它在香港的分布是很大量的 整个西贡 加上大武山都是属于TOUGH 因此它就形成了香港的高山 和三尖八角的山顶 亦都形成香港的一些崎嶇的地形 Rugged Relief和 Steep Gradient OK 除了大武山我经常说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西贡的岩蛇尖 可能Leadership的同学 是有过岩蛇尖的 是西贡其中一座非常高的高山 原因是西贡整个区域 都是由TOUGH去覆蓋的 好了 说完这两种硬的岩蛇尖 接着就会跳下去下一种 下一种 下一个就是Granite Granite相对来说是软的岩蛇尖 还记得Granite有什么特性呢 第一 淺色 因为它有silica 酸性的溶岩 第二 它是粗粒子 有mica felsberg 第三 它有很多裂縫 是well-jointed 所以 由于它有很多裂縫 水容易滲入裂縫 这个well-jointed 这很多裂縫 使得它容易水 water penetrate along the joints 水容易滲入裂縫 就风化了 而且Granite内有一种矿物 就是mica mica 是很容易被侵蚀 和风化的 它是很不稳定 尤其是在香港热湿的天气 mica 就会风化后 就会变成粘土 软粘 所以 对香港的地貌有什么影响呢 就形成香港的矮山仔 矮山仔 因为侵蚀了 矮山仔 圆的山顶 甚至没有是平地 所以在Granite的地方 相对是平的 Gentle Gradient Gentle Relief 好 例如有什么例子 有Granite出现的地方 例如葡台岛 葡台岛 另外还有什么地方 例如我们青山 屯门的青山地区 大浪的地区 都是属于Granite 另外 例如狮子山 狮子山 都是矮小的山 都是矮山 就是Granite的墳墓地区 所以有Granite 由于它容易侵蚀 所以它相对是矮山仔 好 另外再说就是沉积癌 Sendimentary Rock 沉积癌 就是最软的石头 最容易侵蚀 记得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不过是把沉积物 黏在一起 Compacted loosely Cemantic loosely together 一层一层之间 它有很多Betting Plains 一层一层 逐层逐层黏在一起 这些层都是一些弱线 都是容易侵蚀的地方 They are the lines of greatness 这些一层一层的交接点 水就容易滲进去 于是又容易风化侵蚀 于是就形成了什么呢? 在我们香港的东北边 那些岛 一些平的地形 就形成了很多Low Lying Areas 平的土地 平的地区 其中 例如东平洲 顾名思义 就是很平的一个洲 又或者这幅图里 鸭洲 你看到很矮的 矮地 平地 有些风化侵蚀的地形出现 大致上跟大家讲解了不同的岩石 对于香港的地貌的影响 总结一句 Tough Tough Congormorate 是最硬的 形成高山 Granite Sendimentary Rock 是软的 形成低地 这部分只有书游 笔记是没有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30到32页 好了 这个单元差不多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完成书内 做unit summary 33和34页 自己做完 坑 4 2 4 3 3 5 5 6 6 4